有一位大学的教授 向一位禅师 叫南饮禅师问道 他去南饮茶室 就给他以茶来招待他 茶水 禅师不断地给这位教授加水 水不断地给他加 这位大教授说了 禅师我的水已经溢出来了 你不要再加 禅师说 你就像这个杯子里的水一样 你里面已经装满了 你的看法和想法 你如果先不把你自己杯子里的水倒空 你叫我怎么样跟你说法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放下 自己的执着 因为我们人总以为自己是对的 实际上多听听别人的 可能会对自己有帮助 夫妻吵架 就是因为丈夫认为他是对的 妻子认为他是对的 所以两个人才会说 相互之间他们都不对 所以要放下自己 才能拥有自己的感情 拥有自己的生活 多听别人的 对你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个人把精神全部集中在认为 压在某一个物质上 一旦失去他 你的精神就会崩溃 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 据香港报纸估计统计 当时报道说 在香港的精神病医院 那些买股票的人 全部都在医院里面 而且爆满 那么这些医生怎么来治疗这些病人的呢 就是给他们做一块大的牌子 这块牌子呢 就把他们所喜欢的股票 全部放在上面 然后每一天把他们喜欢的股票 望上升 让他们开了非常高兴 这么样来治疗他们的心理疾病 说明我们的人 不要把我们的利益看得太重 生不再来死不再去 我们今天可以没有 我们明天一定会有 人生苦短 人生实际上就是在一生的剃苦当中 带着一生的烦恼 最后无奈的就离开了世间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一岁 我们一岁做周岁的时候 叫出场亮相 十岁 十岁 学业至上 二十岁 想婚想嫁 三十岁 直肠闯荡 四十岁 稍微发胖 五十岁 老当义壮 六十岁 血压向上 七十岁 七十岁 经常健忘 八十岁 走路摇摇晃晃 九十岁 出门 迷失方向 一百岁 被挂在墙上 所以我们的一生来也空空 去也空空 我们要放开自己 我们要拥抱明天 我们如果今天同样要过一天 过得很忧郁 很难过 我们还不如过得很开心 很舒坦 所以 学博就是让我们放下 让我们发喜充满 让我们拥有美好的明天 谢谢大家